在中国大陆有关食品安全的丑闻是太多了 像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等 让人们是无处可躲 因而对外国品牌是情有独钟 不过最近位于上海的一家美滋肉类供应商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 却被爆出使用过期很久的肉类 这个丑闻是不断的发酵 工厂不仅被查封 那么上海警方还刑拘了五名工作人员 其实作为国际大品牌的福喜 还波及到了香港和日本食品安全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卧底两个月后 在电视上曝光了麦当劳肯德基等 杨素食的食品丑闻视频 报道中说 这几家素食店的供应商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 涉嫌提供过期变质的牛肉和鸡肉 记者拍摄的画面中显示 全副装的工人们将过期近一个月的原料 倒入绞肉台 在经过果粉 煎炸等过程 就制成了中国孩子们喜爱的麦勒鸡块 和肯德基的熏肉饼 东方电视台的报道中说 福喜将这些过期肉加盖了新日气候 供应到麦当劳 肯德基和必胜客等素食连锁店 甚至这家知名供应商的工人 还对记者笑称 过期肉一是吃不出来 二是吃不死人 被曝光后 上海福喜成了全社会轰炸的对象 公司目前被查封 上海警方还刑事拘留了五名人员 还有媒体报道说 上海福喜可能被罚款70亿人民币 不仅如此 麦当劳的执行长也在媒体上指称 被上海福喜骗了 而一年内 从上海福喜进口6000吨肉食加工品的日本商 已暂停了进口 香港商也停止进口所有的福喜商品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 隶属美国福喜集团 是一家在全球17个国家 拥有50多家食品加工厂的国际化食品集团 在2013年 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收益榜上名列第62位 2010年正式进入中国加禽产业 预计今年在中国 有1亿只鸟琴类的交易量 北京民间的公共卫生组织 艺人屏中心负责人陆军认为 中国就像一个大染缸 生育良好的外资企业 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的行政体系 和市场体系中也变了味儿 而在监管相对更宽松的其他地方 中国本土企业的问题不会比拂喜清 其实杨食品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丑闻缠身 光是肯德基就经历了多次 肯德基在2005年遭遇过苏丹红事件 在2011年受到豆浆门的冲击 在2012年爆出汉堡细菌超标 去年又使用了问题机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指出 有法不一 执法不严 监管不利 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所在 而那些在国外品行良好的外资企业 被中国的经营环境拖下水 甚至走向犯罪 正说明社会体制是极为关键的 不过中共媒体不仅仅乐于曝光国外在大陆的食品企业 中共喉舍央视最近宣称 苹果iPhone手机定位服务可能威胁国家安全 不过针对这项指控 苹果公司说 iPhone的功能不会暴露用户的位置 而且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合作